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个里面他有讲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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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 当然了不管他怎么样这个东西会不会过我们现在不知道 从目前的氛围看来我们总统很难过去 但是就是说这件事情本身移民改革谁都知道 我们这部移民法已经是千疮百孔非改不可 怎么改其实还没有共识 但是这里牵着一个问题 大家谈到移民的时候 大家社会上都会有一些议论 那就是是不是移民拖垮了美国经济 数据来看我们加州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 非常富有 对 可是我们加州的人口大概占全美国人口12% 可是我们加州却吃掉了美国福利的33% 我们加州三千六百三千七百万人 居然加州政府官方统计有将近一千两百万人在享受美国的福利 一个富有的州世界第八大经济体 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居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在享受政府的welfare 对 可是呢 说了 我再请教您一个专业字 welfare这个字 其实在美国的法律中没有 我专门去查过 有没有这么个这个条文 welfare 实际上是有的 是吗 所以呢 welfare welfare有welfare code 有code 是有code welfare code 当然它这个welfare code呢 牵扯到很多 包括精神 包括医疗 包括 所以呢 实际上 welfare本身这个就是说 是个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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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你比如说包括儿童保护法 老年人保护法 很多的这些法律呢 是跟welfare code有关的 I see 对 这个联邦层面的东西 还是我们加州的 这个是加州 但是所有的加州的这种层面呢 是根据联邦的指示 就是说根据联邦的这个welfare doctrine principle下来的 所以呢 它每个州呢 它codified 有不同的codified 它的各种不同的法律 所以welfare本身 它是有一定它的法律的概念的 比如说儿童保护法 每个州都有儿童保护法 这个呢实际上联邦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是每个州 它根据它州的情况 然后呢codified 它变成了它自己的法律 所以它是有法律的 是有一个法律依据的 是有法律依据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加州会有1200万 他们是合法的 你指的1200万合法居民 他不是说合法居民 他说这1200万 是登记在美国领取这个 但是它主要指的medicare 它指的是medicare medicare medicare相当 那medicare实际上是 我们在加州叫medical 对 加州叫medical 加州叫medical 联邦叫medicare 和其他州叫medicare 实际上是在加州呢 我们是把它叫medical medical实际上本身呢 medicare是联邦政府的 那么medical是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统一 就是supplement 对 政府联邦给一部分钱 我们加州出一部分钱 加州出一部分钱的 所以它叫medical 那么这个呢 享受medical的呢 有两个大的population 因为它的by law medical to be qualified to enjoymedical 只有一个就是 18岁以内的儿童 和65岁以上的老人 以及这中间 18岁以上到64岁之间的残障人 只有这些人才能享受medical 其实本来原本是应该可以 我想我们不会有1200万的老人 儿童和残障人吧 儿童和残障人 所以说呢 这个数据呢 可能有一定的问题 如果说只是指medical的话 medical只是主要的两个population 一个就是18岁以内的儿童 一个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 加上中间的这个中间的残障人 只有这些人是可以享受medical的 在家中 非法移民 或者用我们官方的说法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immigrant 对immigrant这些 那么这些呢 有大量的 very high percentage of这些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他们会去申请 跟medical有关的福利 因为什么呢 medical 在medical 就是说在我们加州 和洛杉矶郡政府的 这个social service department呢 它是同一个office handle cash aid food stamps 和medical 所以同样一个office 会handle所有的这些 福利支出都在他们 都在福利处 都在福利处 是去处理的 那么 那么 那么能够享受medical的 OK 很多呢 都在享受cash aid 或者food stamps 因为medical是有 income requirement 你知道吗 不是说 每个18岁以内的人 和每个65岁以上的人 都可以享受medical 他有income 虽然你是不到18岁 但你家庭收入比较高 你也不享受 当然享受不了的 你是不够资格的 你知道不够资格的 但是有一种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65岁的老人 那么这个65岁的老人 他有一个大豪仔 还有一个bentley车 OK 大豪仔 bentley车 加起来 可能1000万也可能都有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老人呢 天天要做dialysis OK 他没有其他的收入 透析 对 他要透析 那他要去做透析 那这个透析呢 每个月呢 可能要5000块钱的 光是这个透析 本身就要5000块钱的 treatment fee OK 那这种情况呢 他怎么办 他们只有一个出路 他没有办法支撑 他没有这么大的退休金 他没有这些的rental 他qualify Medi-Cal 那政府有没有可以说 请你把你的豪宅卖掉 你住个小的房子 政府是绝对不会给 政府呢 Medi-Cal的qualification 允许你有一部车 允许你有一栋房子 具体什么车 什么房子 无所谓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他可以保留他的房子 可以保留他的一部车 但是呢 如果你要享受 Medi-Cal了的话 而且他又没有 其他的收入的话 那当然收入 还有一定的规定 比如说 这个老人呢 他房子都付清了 然后他每个月呢 他只有退休金的 只有600块钱 OK 那么600块钱呢 如果他要享受了Medi-Cal的 他会有一个share of cost 那这个所谓的share of cost 就像copay一样 也就是说 他可以享受到Medi-Cal 但是呢 其中的600块钱 要自己掏出来 那么剩下的4400块钱 每个月4400块钱 Medi-Cal会采取一个措施 就是挂一个link 在他的房子上面 也就在他生前呢 在他生前呢 Medi-Cal是不会去 collect他的这个money 但是他如果一旦去世了的话 Medi-Cal会先把这个link拿掉 如果说这个房子 传给后一代呀 或者说卖的话 Medi-Cal的这个link 会先付掉 I see 所以呢 所以呢 Medi-Cal 所以的这个social fear system 有很大的漏洞 非常大的漏洞 首先 一个最大的漏洞呢 就是undocumented immigrant 他的status 是可以不去review的 你不管他现在干什么 什么做什么 所以他去申请 他去申请social welfare的时候 可以不用review 他的immigration status 他的移民status 他到底是不是 美国公民 美国绿卡 或者说是他怎么来的 一概不管的 这个是保密的 保密的 所以这个呢 是美国的人权至上的 一种概念来上的 也就是说呢 一个人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种现象的 一种社会welfare呢 是temporary medical 那么temporary medical 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比如说 来中国的一对夫妻 来这儿生孩子 对不对 突然这孩子 本身他们来的 估计生个孩子五万块钱 但是呢 来了以后呢 突然孩子生下来呢 有重大的问题 然后要经过很多的手术 那么这个手术的cost呢 可能是上百万 那这对夫妻 就根本没有准备好 上百万的钱 去来付这个医疗费 怎么办呢 他当时可以申请medical 给这个孩子申请 所以在medical的 所有的数据当中呢 可能包括了 所有享受医疗 免费医疗的这些人 甚至traveler 甚至包括traveler 包括undocumented immigrant 所以呢 任何的这些 有重大医疗费用的时候呢 医院是治病救人 他不会问你有钱没钱 美国的医院呢 是不是先收费的 是先看病 先治治病 然后呢 再算钱的 所以呢 最后呢 大家拿了这么大的账单 进来的话 没有权利去付的情况下 只有申请medical 那么这个时候 medical会把它全付掉 所以我们加州人 苦啊 是的 所以说 它的基本上呢 基本上的操作方式 是这样的 可是但是 我怎么也算不出 以前两百万 我在想 我看我的邻居 哪个人过都比我好 也不会享有三分之一的人 所以这个数据 不知道是他的 这是官方数据 对 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国会的数据 他是所有享受medical的人 对 那么所有享受medical的人 他可能还加入 加上了享受medicare的人 也许吧 所以呢 有可能是把medicare的 AMB的人 全部加上去的话 那么数据可能会高一些 当然了 当然这个 我记得当年 我来加州的时候 当时加州的州长 叫Peter Wilson yes 那个人的个儿不高 原来是San Diego的 好像是个市长 我觉得他当时说过一句话 他就说 就是如果我们加州 那么那么generous 我们会像个吸铁石一样 magnet 会吸引了很多人 到我们加州满居住 我不知道 就说 从这点来看 我们不去批评一些人 我只是想说 会不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 当然会有负面的影响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曾经在medical 就是说 在county做的时候 有处理过welfare的案子 那么有一些人 而且是很多的人 某个地区的人 那么他们 因为政策是 可以留一房 可以留一个车 那么所以呢 子女的钱 跟父母的钱 又不能算在 不能算 所以父母再有钱 子女再有钱 父母没钱 父母还是可以享受的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就是我所看到的 就是拿到绿卡 进美国的人 有些是从机场 直接就到 social services 去申请 boostam和medical的 就是说 他一进关 第一件事 就是到social world 先咬钱去了 先咬钱去了 所以呢 而且他可以不需要 有树安号 你可以 所以呢 所以所有这些都是 都是漏洞 最大的漏洞 是漏洞 所以呢 对 所以是不是有吸引力 当然有吸引力 当然我们加州呢 这个应该这么说 我们加州虽然在这个 经历08年进入危机之后 我们加州经济有所缓解 但是呢 加州的确实 welfare system 我们称它为system 是应该 到了这次要改变 因为这一次 根据共和党提案的 这个新的健保 所以奥巴马 repeal的这个新的法案 其中一个最核心的内容 它就是要把美国政府的medicare 十年减少87亿 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 必须享受medical呢 这么多人享受社会 social welfare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medical expenses 和大核无水小核干 只有整体美国经济好了 大家各种的社会保障 才能够逐渐完善 所以我还是回来 还是呼吁我们的总统 还是专心致志 做好你的总统工作 对 创造就业机会 让美国更加伟大起来 所以呢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好奇律师 谢谢您 谢谢你 感谢我们观众 听众朋友收看收听 谢谢大家 再见